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场三秒跪 后面全靠女主solo吗 谭谭赶到之后 发现她根本没跳 而是躲了起来 阿大要求谭谭跟她复合 还强迫她一起乘风破浪 但是谭谭不同意 就推了她一把 这一推 阿大不小心撞到了一块石头 流了好多血 还生死不明 谭谭立刻吓梦了 我是来救人的 怎么突然变成补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得从阿大跟谭谭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谭谭是个室内装修设计师 给阿大设计咖啡店的时候呢 阿大对她一见钟情 从此就对谭谭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一天阿大送谭谭回家 借着要去卫生间的理由 强行闯进了她家 然后就赖着不走了 开始喝酒谭心 把自己喝醉了 就非要睡在这儿 还说什么 有黑暗 搞他的事 谭谭倒是也不讨厌她 再加上阿大这个狗屁高药一样的追法 没过几天 她们就谈了 交往之后 阿大是开心了 但是谭谭总是在想爱她还是不爱她 这是个问题 阿大给谭谭介绍自己的家人 谭谭看见阿大她妈的照片有点惊讶 选美小姐 辞职以后专心顾家 你要是见了我妈那一定会喜欢她 阿大在交往一周年的时候 准备领着她见家长 谭谭有点焦虑 她担心进展太快 但是阿大嘛 心特别大 没想那么多就带她回家了 阿大这个家庭背景有点复杂 她爸相信她有怒机 今天搞秘书 明天搞家政 但凡长了一张脸的 她爸都想搞一搞 所以她妈现在只剩下一肚子怨气 还没见过谭谭就已经对她充满了敌意 可谭谭哪知道啊 她先去见了阿大她爸 未来的公公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 甚至有点过于满意了 上上下下的打烊她 谭谭都给看毛了 说着要找室友间就赶紧溜了 接下来她的厨房里面又碰到男主她妈 一时间惊为天人 在谭谭眼里 未来的婆婆简直自带声光滤镜 但我没有滤镜 我就一个问题 灰塞她的家也穿得这么隆重啊 谭谭终于见到女神 兴奋的打招呼 没想到准婆婆刚开口就是词 吃饭的时候 谭谭尴尬急了 公公对她动手动脚 婆婆对她怒目而视 阿大美滋滋的觉得一家四口相谈甚欢 谭谭想缓和气氛 主动夸婆婆做饭好吃 婆婆就说 哎呀 那是 可不是像某些人饭都不会做 阿大赶紧解释 谭谭从小父母伤亡 寄宿在亲戚家里 现在自己独立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婆婆还是不依不饶 继续质问她 那你现在工资多少呀 能不能养活自己呀 年纪轻轻的知不知道要上镜呀 谭谭听不下去了 想要冷静一下 婆婆还要跟过去继续教训她 说什么我调查过你呀 你根本配不上我儿子啊 不如早点滚蛋 回去之后谭谭很生气 她向阿大抱怨 我就不该去见你家长 阿大摸摸自己并不存在的小脑瓜 不明白 为啥呀 怎么了 我爸多喜欢你呀 你不满意哪呀 谭谭惊了 你认真的吗 你爸那是有点太喜欢我了 你再看看你妈啥太多 阿大就哄她 哎呦 我妈就那样 你想多了吧 别太小心眼了啊 乖 接下来谭谭算一直跟阿大说 你妈真不喜欢我 抢酒的蛙不舔 要不算了吧 但是阿大不以为意 还强行带着她去参加自己的家庭旅行 四个人别别拥拥地去了海边 阿大和他爸心怀怒放 女主和婆婆一个比一个生气 后来谭谭回去换衣服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正在做饭的婆婆 婆婆一不小心把手给牵了 谭谭特别着急 赶紧去给她包扎 婆婆看见谭谭对自己这么好 立刻有点内疚 觉得自己之前说的话简直不是人话 两个人的关系总算是有所缓和 晚上阿大和他爸去看球 谭谭救下了突然呼吸衰竭的婆婆 她看着哭得离花待遇的婆婆 觉得竟然有点小路乱撞 谭谭三番两次的帮忙 也让婆婆觉得自己之前的确无力去闹 她就跟谭谭闹起了人生 一不小心就闹生客了 两个人展开了灵魂拷问 第二天谭谭还在思考 我到底喜不喜欢阿大 阿大直接就掏出了戒指 谭谭特别生气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贴问问我吗 阿大也懵了 这还用问吗 两个人在海边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婆婆这时候也没闲着 昨天阿大他爸不仅没回家 电话还是秘书接的 气得今天他直接去咖啡店里捉奸 喝了秘书一声咖啡 还把阿大他爸的头给敲破了 撒完了气得婆婆准备回家 谭谭也要跟着回去 结果走到一半 婆婆觉得平洒呀 我的家庭旅行 要走也是秘书走 就跟着谭谭一起出去喝酒 两个人解开心结之后 那真的是相见恨晚 婆婆还说 你能找到比我儿子更好的 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 谭谭也说 不不不你才好看 我本来以为他们两个是商业互吹 谁知道是走心的 两个人喝着喝着 就喝到一块去了 再对视一会儿 突然就看对眼了 而且这种情投意合情 一面情不自禁 情非得已的事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以及接下来的无数次 后来他俩甚至在阿大面前肆无忌惮 看到这儿 我真的只想说 杨柳轻轻 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 为啥男主开头要死要活的 这事儿搁谁身上 谁不想跳海啊 他就算猜到了女朋友出轨 他上哪猜女朋友跟亲妈出轨啊 而且这种剧前 还不是编剧一拍脑子想出来的 这是由真实事件改变的 就算画画世界无奇不犹 这个剧也真的是 开了家庭伦理婆媳剧的先河 以后要是不这么拍 那还好意思叫伦理剧吗